有一位为善不遇人知的善心人士 匿名捐了275万 购置现在最高端的救护车送给消防局 车上配置了两项救命装备 包含了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心脏去栈电击器 以及潮气墨二氧化碳侦测器 可以更完整的侦测患者呼吸道的情形 让消防弟兄出勤救灾更得力 然后这个就是放入他嘴中的呼吸道 也就是所谓的iGel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套上一个膜子 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潮气墨二氧化碳侦测器 也就是这一台 消防员手上拿的正是目前最高端的 潮气墨二氧化碳侦测器 可以针对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病患 及时监测进阶呼吸道 以及心肺复苏数失救的及时状况 这台救护车就是很特殊的 那里面包含一台这个潮气墨二氧化碳的一个侦测器 那这是一台将近十万元的一个 这个救护的一个仪器 它可以侦测这个呼吸心跳停止患者 它的一个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 那藉由这个浓度的一个素质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一次做这个 CPR急救是不是有效率的 这套最新设备药价不菲 是今年市府经过审慎评估之后 首度购置采用的急救配备 还有这一套AED自动体外心脏去占电击器 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刻 针对到院前已经停止呼吸心跳的病患 施以电击增加存活几率 多亏有不具名的善心人士 透过副议长李小中大方捐赠278万 让市府能够添购两套高端设备的救护车 让消防员救灾的时候 更能把握分分秒秒救回宝贵性命 他非常热心 那他就是 以透过我们服务处这一边 那么来捐赠这部救护车 他一再强调他不具言 刚刚钥匙上所写的 那是他的爸爸跟他妈妈 那是已经亡生了 那已经亡生了 那可能要替他妈妈妈玩个遍或怎么样 那也没有讲很多 也没有讲很多 他只是说我是一心理力 我要做善事而已 我要做善事 那基本上都是完全付出的 监责户车 他也没有把这部车的 买来的这一些 这个种人来下去 抵赠这个问题 通通没有 纯粹是做善事来监证 非常难免可贵 为善不遇人知 更让人敢配他的无私奉献 目前这辆高端救护车 将配置给卢竹消防分队 期盼未来能够在关键时刻 发挥大作用 陶友线新闻 时代林卢竹采访报道 我会发挥大作用